來自北檢的最新現場 那麼北檢人員 今天大動作到北索借訊之後 剛剛五點鐘提出了抗告 連線給主播張少赫 好 主播 我們持續帶你來掌握 講了快兩天的抗告 今天總算有一個結果了 我們確定的是今天下午五點鐘 北檢正式提出了抗告 我們把他的整個抗告原文 跟大家來念一下 他說本署檢察官 不服台北地獄113年度的 生積壓 科興被告的駁回申請積壓的裁定 所以他們依法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來提出抗告書 請求轉交給高等法院撤銷原裁定 好 他的流程是這樣 他先必須給地院 接下來由地院的部分再傳交給高院 所以他們確定了要提出抗告 未來會怎麼走呢 我們為大家來分析 基本上因為現在時間 已經到下午五點鐘了 就要看高院的法官 他願不願意加班 他願意加班的話 他會再把這個所謂北檢的抗告書 再重新看了一遍 重新看一遍之後 如果最快 如果成的話 好 如果是駁回的話 駁回當然就是北檢什麼都沒了 好 如果真的是要跟踩的話 那最快最快 明天就會來開基亞庭了 所以今天的下午到晚上 到明天這段時間 對於柯文哲來說 對於檢方來說 都是特別重要 好 那前幾天大家都在講 為什麼北檢 為什麼不第一時間提抗告呢 被大家笑說是不是證據力不足呢 其實在今天下午有最大的動作 就是我們今天一直跟大家講 他在北索這個地方 他去借提了不少的人 他詢問了不少人的過程當中 包括了沈慶晶 包括了彭震生 印曉維 吳順明等人 是不是在從中的過程當中 有問到什麼關鍵的線索 或是比對證詞交叉結問的時候 有人又特別咬出了什麼樣的事情 能夠去證明呢 尤其是這一次 柯文哲能不能再次開基亞庭的關鍵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你要去如何證明 柯文哲是知情容積率 有變大的這件事情 這是非常重要 第二件事情是 所謂的金流問題 如果金流問題 這兩個問題能夠做一個 完整的抗告的調查證據內容的話 或許高院就能夠再耕裁回來 讓地院重新再開一次基亞庭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 如果這一次 如果基亞庭是被駁回的話 那其實北院這一次 就沒有特別的方法再去主張說 他要再進行抗告 所以這一次的抗告 對於檢方來說壓力非常的大 他們特別在下午5點 我們剛剛下午5點的時候 才跟大家講說 彭震生的律師也來提抗告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他們也在同一時間 選擇這個時間來做一個抗告 那未來觀察重點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高院法官願不願意加班 如果願意加班的話 未來這個時間的 這個裁定的結果 就會比較快出爐 有最新出爐 我們也會隨時為您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